世界脈动澳洲视角 欢迎收看AMC澳洲留学网络电台 您的第一首VISA新闻平台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柯豪 您对澳洲流行投资有兴趣吗 欢迎您订阅我们频道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叫我们有新的video新的消息 您都是第一首取得最新的情报 OK等了很久了 从7月一直到现在已经9月了 也没有很久了 两个月 昆州Quinsland 终于开启了他的州担保的技术移民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他的相关的信息 不过在这边先跟大家讲一下 昆州在2024、2025这个财年 他的配额是最少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州长说 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基础建设 跟这个housing不够啦 那当然这什么原因呢 可能要怪我们几个好几位 这个在promote澳洲房产的朋友们 哇 promote的太热了 太多人去买了 OK 太多人已经去昆州了 已经把这很多东西都已经挤炸了 记不记得几个月前 澳洲才做了一个survey 所以你发现昆州的人口是墨尔本的一半而已 但是房价均价已经超越墨尔本了 我的妈呀 我从来没有想到 我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Anyway 我们来看一下昆州的这个技术移民的部分 好 那先来看一下他的首页 他首页真的是蛮漂亮 他首页整个就是整个是video的 我觉得是所有州政府里面做的最漂亮的 不过他这一次有点台语说lotsan 就是有点有个bug在里面 然后哪个bug呢 我跟大家秀一下 首先他首页很漂亮对不对 我们看下来这边已经告知我们 他的state nomination migration program is open OK 这边讲open了 OK 好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信息就是他的 如果在昆州读书的朋友们 按进去这个连结 居然没有资料 还是跳回首页 好 那除此之外呢 如果再按进去 如果是在昆州工作等等的 这前面这两个按下去 还有再加上什么呢 还有他的sbo到底去昆州开小生意 可不可以移民的 全部都没有资讯 OK 所以我刚刚在那边按了 按了 自己在那边按了一个钟头 我想说奇怪 你说open 那你没有资讯给我们 你到底是怎么样 Anyway 那没关系 我们可以按照去年的 规定额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你如果是在昆州的留学生的话 他们的要求是 你100%你的整个学历一定都是在昆州读的 比如说你在QUT 第一学期读到第三学全部当中毕业的 那你这个才要算 如果第一学期的学分是从雪梨转过来 是从维多利亚转过来 是从南澳转过来的 I'm sorry 这样子就没有达到他的 那个graduate in Queensland的要求了 那至于英语的要求 我估计因为现这一次今年的这个配额比较少 应该会拉在雅思七分以上 那后面还要毕业后 当然要职业鉴定 然后应该会要这个 这个Job Offer OK你要工作 那这个工作到底offer是要六个月还是一年吗 我不知道 因为现在还没秀出来 我估计反正应该是要的啦 这是基本上如果是在昆州毕业的学生们 那如果是在昆州工作的 我估计应该也是大同小异啦 雅思应该还是会落在七分以上啦 因为配额不多嘛 只有1200 然后600给190 600给491 然后呢 他有一些专门 他今年有专门在这个energy sector里面 只要在这个能源产业里面呢 他会给priority 在这个之外的话 就没有priority 那我们等一下会看一下 他有那职业清单里面 估计呢 如果是在昆州工作 必须得证明你已经在昆州工作 至少12个月以上 这是我的预估 因为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他网页出来的信息 Anyway 我觉得这两块应该是会在那个部分 至于SBO的话 我 觉得还是问号问号 我们一直都没有 强力去推SBO small business owner 因为 你 他要需要你先去创业啦 而且在片野地区啊 那这重点啦 你创完业 如果你 而且你知道创业 然后营运一年 如果一年后政策变了 拜托 你这个生意跟移民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风险高的一个 一种玩法 所以我们不太 不太去推 但还是有人去做 现在基本上很多人就是 去年已经 或是做了一两年的生意 然后结果呢 他没有办法提名了 那你这生意不是白干了吗 所以塔州跟那个南澳原本也都有SBO的 现在基本上也都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昆州应该也会关起来啦 Anyway 我们回来看一下 他唯一有秀出information的网页呢 第一个就是他的配额 这边有 190有给600个配额 491给600个配额 所以说不多 他们是这一次2024 2025年的财年 配额最少的州 虽然他是这一两年内成长最大的州和城市 但是呢 他的配额较少 我相对 我估计 重点应该是 他们的Interstate 也就是他们澳洲境内的内部的移民 其实已经太多了 从雪梨和摩本移民到布里斯本的人 已经太多了 所以他们在 就是正常的境外移民的部分的话 他们就没有给到那么多 好 那这边有讲到这个2024的这个Program 他有一些Critical Skill Shortage 这边 之前的 这是之前的信息给大家看一下啦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这个 如果是Working outside Australia 就是在境外的2024 2025的要求 那 那 基本上 昆州呢 是Focus在这个Net Zero 还有这个环境啊 还有这个Hospital Upgrade School More Housing Transportation 等等的这些 还有Healthcare的部分 那还是一样 他开放190跟491的部分 那190跟491 我们这边看一下啊 这个就是 我觉得应该很多现在的政府在等待什么 等待澳洲新的这个评分制度啦 为什么评分制度要等呢 因为你看 说实在的 190跟491的要求 基本上一模一样耶 你如果两边比一比的话 基本上一模一样 190这边至少65分 但我个人感觉一定要 因为配额较少 刚刚看到这600个 我觉得没有75分是不肯被邀的 491也是一样 好 然后你要在他的所谓的 Offshore Queensland Skill Occupation List 就是昆州境外职业的这个清单里面 那两边都一样 然后两边都要雅师期以上 两边都需要什么 工作期间至少5年以上 我们刚刚提到的 如果你是在昆州已经在工作 我估计应该是一年就够了啦 那如果是境外的要5年以上 然后你要送EOI 然后190的话 你的Commitment是要在昆州至少住2年 491至少要住3年 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很奇怪一个中间 重点就是说 你去偏野地区 反而你的待遇 没有 没有比较好 没有比较好 我干嘛去偏野地区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就是他 前任政府的规范修得有点乱七八糟的 他把偏野地区变得没有那么的优惠 那我干嘛去偏野地区呢 对不对 你不优惠我干嘛去 那我干脆就是留在城市里面啦 所以这一样 这当然这个就是 接下来的新的评分制度 他这边还有一个Priority Process 如果你是在Energy 产业就是能源产业里面的工作人员的话 他会有个Priority 然后State Normation等等的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清单吧 OK 他的Offshore清单呢 基本上 第一个就是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r 也是他们需要这些去盖房子啦 491190都可以 不过Project Builder 只能走491 只能去偏野地区 其他的部分 基本的所有的工程系 基本都在里面 然后呢 教育产业的 老师们教师们也都在里面 然后跟医疗产业相关的 也全部都在他的清单里面 医生啊 护士啊 那ICT的话有一些比较 Selection 没有全部都在里面啦 是这个 因为ICT相对的在澳洲自己毕业还蛮多的 然后他跟这个建筑产业相关的也有 不过呢 我们刚看到了 如果你要进到建筑产业的话 那些雅思要干什么 Professional English OK Professional English的话 雅思期 我个人感觉这边最主要就是找哪里的人 找美国、加拿大、英国过来的这个Trademan 也就是工人啦 因为说实在的 你要在亚洲找到一个盖房、木工、搬砖工等等的 然后雅思要漆 哇 太困难太困难了 根本是 不能说没有 但是我觉得很难很难找这样子的 然后Energy产业的这边就不多说了 基本上你会在Energy产业的 你大概就会知道你是哪一些职业啦 大概会是在这列表里面的 OK 那他的要求呢 我们从他的Document Checklist里面呢 我们发现 他有Skilled Workers in Queensland Queensland Graduates Skilled Workers Offshore Offshore Energy Workforce 但是他没有什么 没有Small Business Owners 所以我个人感觉有可能他还是会 Remove掉SBO 那当然他的网站还没有完全全部更新完 这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更新完 他干嘛要在首页说我们已经Open了 Anyway 好 我们来简单来看一下 你要做到提名的话 当然你如果需要这方面的专业的服务 请多多利用我们 你荧幕的右下角的表单 天气完后我们也可以协助你做 这个技术 澳洲的技术语名 那当然天外我们会跟你讲一步一步要怎么操作 那第一个一定是要拿到昆州的这个提名 你要护照 如果你是在昆州毕业或是在昆州工作 你要签证 所以Vivo Statement就是签证的部分 你要职业鉴定 那你如果是在昆州毕业或是在昆州工作 你要去证明你已经在昆州 所以你要Ever Residential Address的证明 Bank Statement是境外申请的 要证明你有租过的钱 你有工作的合约 Statement of Service就是你有reference 你已经工作多久了 你有income的证明 Sarvary的证明等等的 这些应该都是很standard的东西 那他的整个process呢 其实不难啦 先check你到底可不可以申请达到那个标准 当然你如果需要这块 顺帮忙铺我们可以协助您 EOI 把它准备好 送进去以后 然后要填写 CoinSign也是跟Victoria 跟南澳 现在西澳 西澳好像不需要 还有那个Tasmania 都要填ROI Registration of Interest 那这边按进去以后呢 基本上就会跳到这一页啦 不过这边还有显示SBO啦 不过这个 我觉得这个会update一下 那填写完ROI跟EOI以后 那基本上就等邀请了 邀请到后就是申请签证的部分 那大致上是如此 这边跟大家先update一下 那昆州呢2024-2025呢 配合较少 所以要求的 我个人感觉分数没有到75分以上的话 是根本不可能被邀请的 所以anyway 欢迎大家如果喜欢我们频道 喜欢我们的服务 也可以填一些表段 我们会跟你做云端的咨询 也协助你把UIRY放出去 希望你能移民澳洲 欢迎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在留言给我 我们下期见 拜拜